油價要漲了 不過電價要降了 台電公布新版的電價公式 4月1號開始 電價平均降幅7.34% 採取用越少 省越多的原則 來看這張試算表 用住宅用電的部分 如果說也是每個月用電330度的部分 新舊電價來相減的話 每個月省下的錢大約是82塊錢 幅度是9.8% 如果說你的用電量比較多一點點 是500度的話 新舊電費這樣減下來可以省140塊錢 省下來幅度是大概是9.3% 如果是小商家來算的話 省一點的小商家700度的話 新舊電費算一算 可以省380塊錢 省下來大概是14.8% 如果是用電量高一點的小商家 1500度的話 新舊電價算一算 可以省下772元 可以省下12.2% 算一算真的是不無小補了 營養美味的味噌湯 是不少人最愛的銅板小吃 台電4月1號調降電價 像這樣的小店家與住宅降幅最大 一改店家審議委員會 原先住宅工業商業起頭調降的決議 住宅用電降幅為7.55% 其次是商業用電 再來才是工業用電 平均降幅為7.34% 每度電由3.1元降為2.8元 至於住宅用電1000度以上 以及小商店1500度以上 則不調降 以每月用電量330度的小家庭為例 4月1號起每個月可以省下 將近一成的電費 至於每月用電量700度的電價 每個月的電費則約省下380元 降幅也達1乘4 多多少少不無小補 我覺得有降價總比沒降價好 可是如果說你要讓我說 因為這麼一點點降幅 然後讓我的單價再調低 我想也不太可能 因為我們電費在漲價的時候 我們也沒調漲 有沒有感覺那是看個人 可是我覺得以公平的來講 你當初怎麼調 你以度數去調升 那你就應該是以度數去調降 台電這次採用越少省越多的原則 鎖定民生用電調降 就是要讓民眾有感 不過民眾對於這樣的小確信 顯然不大買單 電價是否還有擴大調降的空間 台電表示新版電價工事 未來每半年檢討一次費率 必須在下一次調整日 也就是10月1號的時候 討論才能決議 郵件TV中心梁立林 新北市報導